这是刚栽上的草莓苗 它要度过一个缓苗期啊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工人栽的基本上还算可以 缓苗期以后这个草莓啊 就可以去正常的浇水施肥了 草莓施肥这块很关键 草莓是一个弱根系 它不占盐分 基本上在这个作物当中呢 是最不占盐分的一个作物了 所以是浇水这块施肥这块是至关重要的 先不说草莓配方 然后说一个草莓当中啊 大家很容易忽视的一个营养元素就是钙肥的使用 实际上 我以前讲过西瓜 黄瓜 番茄 钙肥的使用 使用不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实际上草莓当中啊 钙肥的使用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用忽视 有些朋友说我们就注重钙肥 实际上你用的钙肥量太小了 钙肥在草莓当中呢 它的用量实际上就是也和番茄差不多 比磷肥的用量还要高 所以说呢 你想想你的磷肥可能成大的往地里上 你的钙肥用多少 并且还有一些朋友说啊 我们用的都是好钙肥 用的什么熬克钙 就是常见的EDTA钙 实际上这个 这一块呢 我都要给大家吐槽一下啊 很多 厂家呢 在用这个EDTA钙作为钙肥销售呢 一般的朋友很少会给你标这个钙肥的含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钙啊 EDTA钙的钙粒子的含量啊 非常低 只有9.5% 还有一个0.5%的没有熬合进去的 也就是加在一块钙粒子的含量也有10% 啊 平常呢 你们在我们见到最多就是30克40克 还是钙肥 30克40克只有10%的含量 那你说 你这一层水用了这么多钙 你就跟别人说 好 我也补钙了 你这是能补多少钙啊 是吧 这是 糊弄 糊弄鬼的 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实际上我这块平常用的很少用这种EDTA钙 用啥来 含量太低了 价格太高了 性价比并不合适 用的弹虫钙比较多一点 弹虫钙呢 它的含量呢 一般是14%左右 啊 相当高一些 价格要便宜一些 啊 另外呢 如果你能管控好的话 就是说在沉淀那一块左右好的话 实际上 没有必要用那个 弹虫钙 可以用啊 用硝酸钙 硝酸钙里面既含有氮 啊 又含有钙 钙含量比较高 啊 这个更便宜 所以说呢 我们 在 这个 使用GIF的时候 要注意了 要注意了 啊 就是说 不是说卖价越高 啊 就越好 我们最终 是 你补充到草莓里面 的钙元素有多少 能被草莓吸出的钙有多少 这个是作为一个衡量 你有没有使用钙的 更关键的一个标准